2014年的南亚大海啸 夺走30万条人命 如今悲剧可能重演 号称史上最神灵媒的 保加利亚龙婆爸爸万家 曾闪准预言911恐怖攻击 以及英国脱欧 对于2019年他则断言 亚洲会发生超级大海啸 但原因不是地壳能量释放 而是外太空飞来横货 2013年这颗陨石 在俄罗斯上空形成超大火流星 巨大爆炸威力 造成当地1500人受伤 6年后不只是俄罗斯遭殃 亚洲恐怕跟着遇害 但俄罗斯新年度的挑战 不只是天灾 过去被指主导多起暗杀行动 外国总统普丁却可能在明年 遭到亲信下毒手 但龙婆的预言中没有提到 普丁是否能躲过死劫 而死对头美国的元首 明年度同样不好过 曾被绩效罹患失智症的川普 想不到在龙婆预言中 可能染上神秘疾病 导致失聪和脑部残疾 欧盟明年3月将和英国正式分手 龙婆却早就预言欧洲经济 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全面崩盘 八八万家即使过失超过20年 即使预言却能牢牢扣住国际脉动 也难怪年年都能引发热议 在新闻上的报道